Lio聊事件 天天的烏克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羅馬人對上日本人 這場比賽是塔套對上Hera的單挑比賽 這個單挑小比賽是蠻特別的 兩位玩家都只能選擇超級隨機的地圖 所以開局是什麼樣的模式跟地貌 是完全不知道的 這邊看到塔套是選擇了羅馬人 上方是Hera選擇了日本人 兩邊都是選擇了一個步兵文明 這兩邊的共同點就是都可以打塔攻 而且裝甲塔都是有蠻不錯的威力的 日本人這邊前期的優勢可能會比羅馬人更大一點 因為日本人前期的採礦地、伐木場跟魔坊 都是半價母 所以前期可以省很多木頭 打快攻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那羅馬人這邊呢 則是可以點下這個步兵開甲 可以讓步兵變得更坦 可以藉此打出一些優勢來 但以步兵對打情況下來說 可能會沒什麼感覺喔 所以日本人這邊可能會要打裝甲配攻兵 那羅馬人這邊應該也是 當然以他們兩個個性來說的話 應該還是會轉落馬居度喔 裝甲步兵的話還是要看對方的點位喔 跟資源點有沒有比較好近喔 那以HERA像這種資源點喔 全部都聚在一起喔 打這個塔攻喔 確實就舒服了 但其實這個超級隨機喔 後方也是一堆黃金喔 所以用一般的阿阿博斯維去打這樣地圖 可能會打到頭破血喔 所以這個就是超級隨機好玩的地方喔 你就算偵查到對方的資源點 沒有全部偵查完的話 還是有可能會出事喔 所以打超級隨機的重點就是要偵查到位喔 一定要偵查得好 所以大家一開手都會把這個火雞 這個訓養動物喔 到處跑 先把地圖給探明喔 結果這裡探到底的話就會發現 欸!這裡樹林居然是過不去的 這個超級隨機蠻特別的 好 這邊在卡珠 結果有一隻村民被卡死 塔套的村民拉野豬 結果被HERA的野馬給卡爛了 那這個野馬呢 是 本來應該是匈奴的 不是匈人 應該是匈人的野馬 一般的馬是不能去 懸浮這個綿樣的 但是匈人的野馬是可以的 好 這個野馬有點麻煩喔 結果這一開局直接被搞爛了 那現在塔套不敢拉這頭豬 現在HERA還在看 你又不要再來拉一次阿 結果塔套拉的是下面的野豬 然後邊前期都是打一個正常開頭 但是塔套這邊是死了一村 所以現在HERA 黑暗時代就有這個一村的經濟優勢 結果這一頭野豬是被HERA給拉走 然後再用野馬去卡一下 然後卡一下卡一下 讓自己的村民不會被野豬頂到 OK 好 拉回去用村民趕快射 欸 差點出事嗎 好 沒事 好 抓到野豬趕快吃 兩邊趕快升封建時代 好 結果這邊羅馬人 直接開農田阿 哎呀 Nover有會說農田為什麼旁邊就是模仿 是因為他不下模仿的話 就不能蓋農田阿 結果HERA一個錢 制均勻 壓制塔套 這個想法這樣 好 這邊野馬走過來被TC射死 現在無法偵查了 這樣很尷尬 待會進攻的話還是需要野馬去 控下位置的 看一下哪裡有重要的資源可以打 或者是 有些劍組可以打 現在沒有這個主動視野 好 那兩邊的野馬好像都死掉了 現在塔套跟HERA的野馬都不見了 好 兩邊應該都是打棒棒 好 HERA這邊棒棒按下去了 這也是補了一個射箭場 直接前置 欸 結果塔套果然是打洛馬嗎 但是HERA確實是打步兵 最近HERA步兵封建時代開始 攻擊速度加33% 三隻棒棒 等於是四隻棒棒的傷害輸出 所以這邊要特別小心 日本的棒棒是特別的痛 好 HERA這邊直接補一個小弓 直接潛壓 好 兩隻村民繼續往前 要不要繼續補箭塔呢 好 直接補了兵場 好 這個馬就血量掉得很快 好 待會變裝甲更快喔 那一隻弱馬 血量要掉200滴啊 快要300 我到300滴了 完蛋了 好 弱馬一出來 就是對著弓兵一陣爆砍 那一隻弓兵的血量還有C血 然後再砍四刀 弱馬才能把這隻弓兵給解決掉 好 這裡蓋箭塔了 那羅馬人也看到了 但還好羅馬人這邊有5%的建造速度增加 所以這邊蓋箭塔可能不會太落後 好 這邊是想要趕快用中央步兵砍掉這個馬就 賺175木頭 好 這隻弓兵 有點尷尬 要不要撤了嗎 這個箭塔可能蓋不起來 羅馬人拉了非常多的村民 把這根箭塔給蓋好了 好 這邊可以再補一個房子 然後待會有資源 再去補一根箭塔 因為這隻弓兵被頭馬頭死了 好 三隻裝甲不敢打了 因為箭塔已經蓋好 這個馬就應該是修好了 好 繼續砍吧 這個再繼續砍的話 會被箭塔給射死了 好 後面的毛兵過來 現在想要蓋馬就 結果被... 三隻肉馬砍死了一村 這幾隻創民應該是難逃逸死了 Hera這邊 潛壓好像打出了點東西來 但是這個馬就沒有人修嗎 哇靠 最後還是拆掉了 Hera這邊有點...賺啊 好 但是後方死了兩村 加上後方的兵力全死 所以說賺嗎 我覺得... 有點持平吧 畢竟這兩村出來也沒有做太多事情 沒有做到傷到經濟的事情 也沒有採支援什麼 所以這一般75木 我覺得不賺也不虧 好 而且這邊死了兩村的關係 現在Hera的村民室是稍微落後一點點 雖然快要打輸個半村左右 好 這裡攻兵繼續往上走 好 這裡攻兵繼續往上走 好 看一下家裡的狀況 Hera現在補了一個馬就 那裡還是補個馬就 安心一點 待會有馬就才有肉馬 有肉馬才有這個刺猴的視野 不然這個視野實在是太黑暗了 好 那這裡塔塔是想要用房子 加上石牆 把這裡這邊給圍起來 直接打一個防守 還蠻穩的 這裡要不要圍一下呢 這裡有補一個木牆喔 細節細節 不然這個攻兵可能會從這個 邊邊角角走出來 有觀眾可能會說 欸 為什麼塔塔不去圍這個射箭場 當然也是可以去圍的 但這些毛病要躲在這裡 如果你只單純用村民去圍 去圍的話 可能攻擊手衣出來 就把你的村民給抓掉了 如果你的毛病在這邊 那Hera這邊已經轉落馬的情況下 也不會讓你 趁心如意的 那以塔塔現在的情況來說 是想要趕快上城堡賽 並不是要跟他打一個大封建 所以可能兵量數不多 畢竟都已經投資了這個 十強城門 這個意圖應該是蠻明顯的 我就是要打一個 開農 不跟你打正面 所以這裡兵很少 盡可能就操作 好 這裡三隻肉麻 繼續按 結果 好像就繼續爆滿了 決定把這面為死 然後爆滿 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居然為死是為了爆滿 而不是為了要 開一筒嗎 好 那Hera家裡 其實狀況也沒有到很好 兩邊都是農田灑的差不多 喔 塔塔這邊直接打一個大封建 哇 突然鬼轉封建 這個是預判 通常為死都覺得要上層 這裡可是讓Hera有點誤判的地方嗎 好 家裡趕快圍 哇 這真的是讓Hera誤判啦 他可能也覺得塔塔這邊是要打 城堡時代了 結果一堆馬出來 而且還有一攻 待會品種也要好了 這就是城堡時代 封建時代最強科技 品種啊 品種加上異攻 是讓洛馬 變成封建時代最可怕的 推進機器啊 以前我們的頻道有解釋過 為什麼封建時代最強科技是品種加異攻 這個傷害啊 比你弓箭手還要可怕 而且在點下一擊馬凱的話 弓箭手也很容易被包掉 你用大量的槍兵 才有可能打得贏 好 日本人這邊是直接為死 升到了城堡時代 但是家裡有點危險 這個石牆血量掉得很快 後面的毛兵有在出嗎 後面趕快硬敲 反正被這些毛兵打沒有關係 左邊這個石牆一直沒有機會 這邊趕快把這個城門 記得要關起來 不然要無三櫃開門了 哇 塔塔這波打得很兇 好 這裡有移鎖定 差一點就開門了 OK 現在的城門 可以在建造的時候 就決定他是關的還是開的狀態 跟以前的比起來實在是好太多 好 日本人這邊是補下了馬凱 還有這個品種 待會應該是要轉騎士 好 塔塔這邊看到對手 Hera是直接不交流 不交流肯定是上層 自己上層了 大概大概差了一分鐘左右 好 家裡現在空得很好 後面稍微微一下 其實後面是 Hera是過不來的 就是能不能偵查到底 很關鍵的一點 Hera這邊是有把家裡探到底的樣子 他知道後方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漏洞可以進來的 OK 把這個石牆補一補 背面有漏洞出來 要不要秀一下石牆呢 決定不修 好 家裡的房子塊被打破 拉兩隻村民過來救一下 好 城邦斯帶以上 單馬就出嗎 還是要再補一個馬就呢 還是決定開TC 後面補了一個新的採礦地 來 這個不如先把這個礦給挖完 我是決定先補一個 但也沒關係啊 日本人就是便宜嘛 對不對 這個採礦地50顆 好 這裡補了一個修道院 待會要來出生旅 稍微反制一下羅馬人的城堡時代的壓制 好 這裡先解掉這裡的 毛病 這個防炸可能還是要修一修 欸 這裡直接低調嗎 直接補石牆 好 直接補了一個新的房子 看來用修的覺得太浪費資源 好 花了比較多花時間喔 重新蓋一個比較快 打掉重練 羅馬人這裡是點下輕騎兵 跟耕種技術 沒有轉騎士 那這邊羅馬人 勢必一定要下個修道院 去壓制騎士出來 OK 修道院有下 補一個TC 然後轉輕騎兵 讓自己的肉馬全部變成輕騎兵傷害 而且現在有品種的關係 輕騎兵的血量很可怕喔 80滴血 發生率也是相當輕鬆 好 HERA這邊是沒有開TC 羅馬人則是開了3TC開的 這邊是相當舒服的狀態 那HERA這邊先升到城堡時代也沒有開下TC 反而是選擇了 開了一堆採礦地 然後挖了一堆石頭 準備要來蓋堡 這應該不是打塔弓喔 雖然日本人打塔弓是OK的喔 但是 如果真的要打城堡時代的銀罐 增加箭塔的箭矢數量的話 還是需要一根城堡去點下銀罐技術 所以這邊應該還是會壓一根堡 待會要打箭塔再說 好 那這裡是要先拉八隻馬 繼續繞 讓塔套這裡 沒有辦法繼續追擊 好 這裡三隻騎士 遇到僧侶要撤了 好 HERA家裡 就快還是被招響到了一隻騎士 HERA這邊很心機喔 把這個僧侶拉得非常前面 然後抬開招響 這樣招響成功率就會大幅提升 這一隻僧侶趕快應招 欸 沒招到 可惜了可惜了 好 HERA點下了一攻 好 這裡 石頭挖得差不多了 待會要出門 但要怎麼出門呢 是被塔套的肉馬一直在外面偵查 這邊的肉馬並不是要去進攻 而是要看一下有沒有生女 跟有沒有出門的村民要來插城堡 而且羅馬人現在招響到了一隻騎士 而且也出了騎士出來 打正面來說 HERA其實不太好打贏的 這邊要轉出生女 但轉生女的話 就要用這些騎士好好保護自己的 生女的位置 這邊對於HERA來說很關鍵 對於塔套來說的話 絕對不能被插寶 只要被插寶的話 就會沒呼吸喔 那為什麼塔套這邊會去提防 HERA這邊來蓋寶 這個就是一個 非A級B的一個選項 如果對方大爆兵 然後沒有開TC的情況 或者是對方開TC 然後挖石頭 十隻八九都是會來蓋城堡的 好 這邊這種偵查罩 村民出來 果然是來蓋寶 好 家裡的騎士血量還夠嗎 看一下 還夠 還有600多滴血 好 這邊生女過來 繼續過來 再往上走要不要 看到生女的話 抓掉很賺 這兩隻新騎兵 兩刀一隻 兩刀一隻 全部抽掉 城堡直接蓋在了這個位置 並沒有蓋在門面 好 但是騎士數量其實差距很多 後面的生女都被收光的關係 HERA現在沒有生女的壓制 反正是羅馬人這邊有生女的 四隻生女給的壓力非常大 哇 這個羅馬人 這邊能夠打得贏嗎 感覺日本人HERA好像有機會打得贏喔 現在騎士數量只剩下7隻 日本這邊的馬只有不到 欸 好像比7隻還要多欸 13隻 哇靠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爆炸了爆炸 卡到這邊 本來絕對自己有生女優勢 結果爆馬爆輸啦 哎呀 家裡直接大爆炸了 生女也是全部倒光 這時候再補生女也只有單修道院 而且也沒有補這個盾裝槍兵 現在要被日本的馬爆直接衝進來 城堡也被蓋好 這裡補了一個新的採礦地 待會再繼續插劍塔升插進來 日本人這裡非常難受 直接低調的採礦地 家裡直接被塗個一波 現在打到這裡 村民宿還是暫時領先HERA 但是再繼續打下去就不好說了 還好這邊城鎮中心射騎士還是有點傷害 生女一出來就被騎士給抓掉 塔塔這邊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HERA拿下比賽勝利 哇 這一波騎兵衝進來 直接把塔塔給打殘啦 哇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啊 沒想到單TC直接馬爆成功 然後蓋寶壓制減進來 那如果以單純的情況下來說的話 塔塔應該是不會爆炸的 重點是這個防止啊 沒有即時堵住啊 然後正面打速也是蠻意外的 他可能想說我四隻生女 我們的騎士數量差不多 應該沒什麼兩樣吧 結果呢 哇這個HERA直接一直按馬 一直按馬 一直按馬 單TC按馬 就是按著這麼的愜意 相當舒服 後面要補馬就有點為死一晚了 這時候再補騎士進來有點慢了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是有羅馬人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HERA這邊經濟是輸的 但是是拿到了比賽勝利 直接一波帶走 1.77的KD 非常漂亮 雖然塔塔兩隻五隻新騎兵 都有抓到HERA的勝利 但是HERA直接硬扛著 這個勝利的招翔全部解決掉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